哈嘍 我现在要去拔智慧牙了 开到 今天拍这个视频目的就是要记录下我拔智慧牙的全过程 因为我觉得Renny Sun也就拔那一次的智慧牙 所以我要好好记录下 其实我牙齿通往很久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一直不要去拔 原因就是我觉得智慧牙为什么要拔掉 没有什么事的话就最好不要拔啦 加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讲 我拔智慧牙不只是拔 是要开刀拔出来 因为它长歪了 所以医生没有办法直接这个整个拿出来 必须要切开牙肉 打碎那个牙齿再拿出来 然后再缝回去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总共是拔两颗 我前几天就开始一直星星念念碎碎念 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可怕我没有我没有试过开刀 我觉得开刀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很忐忑 我觉得会打麻醉针的 没有什么事的话就最好不要拔 20分之后 哈嘞 我们所以现在就去这个医院了 它就是我家的狗 它叫做Maxi 一只黄金猎犬 今年7岁 很可爱对不对 它很贪吃 什么鬼都吃 你看你看 还有再吃了 但是身为主人的我 那也可以给它乱乱吃东西 所以我家的狗粮还有零食 都是在这边买的 那如果你家狗狗 我家狗又那么贪吃的话 我觉得它一定也会喜欢啦 购买链接在这边 我被要进败了 饿到了 我们越来越接近了 开刀 现在我去来到了这个诊所这边 要等下我的名字 然后看到那个病毒 我就怕了 我现在就应该到了 然后做手术之前要先吃饱饭 吃到很饱饱 因为可能开刀会试询 所以他想吃饱 可能 没办法买 这样我会帮你打针尖吗 好 这边看看 盈然这样 结束了 对不对 结束的吧 结束 不要剪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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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手术 谁把你弄的 OK 他都非常的棒 他真的是很累 因为他那么怕都敢把出来 而且手术过程 他一点都没有动来动去 所以手术也很生意 库到鬼就 你講多意思 不要怎麼懂啊 可是他都是很厲害耶 他都是把完酷酷才酷的 到底不是把他的時候酷啊 因為把他的時候不敢酷 我怕把到隔壁 真的很怕死 只有把完他人會酷因為人生 還有一個是 這兩個 上面是什麼 上面的是那個有放嗎 這是上面的 為什麼我要把他帶回家 做give away 你問他帶回家做什麼 就give away 因為還是會有很多復刻是要求帶回家 give away share when we do 好啦 可能就做完那個手術 現在出了來 但是他還坐在一邊 剛才的過程真的有點恐怖 他在裡面做手術的時候 我就坐在外面等他了 等了沒有多一下子而已 就開門了 就有人講 你快點進來 我就進去囉 我就想說什麼事情 進去吧 可能就是去Panyssen那邊發動 他都很不利 而且酷到鬼這樣 那除了狗狗的產品之外呢 如果你家養的是 貓 魚 烏龜 甚至藏鼠的話 糧食都可以在這邊找得到喔 另外呢還有籠子 洗澡水 寵物藥膏 猫砂 零食還有等等等等的各種寵物用品 一樣可以找得到 購買連結在這裡 其實 剛才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發到這個樣子 因為他們敗他嘛 然後他們就壓住耳頭 然後他們就很大力去弄 但是又弄不出來 所以他們就拿一個劇 然後一劇 我又不敢抖 因為我怕他舉歪 所以我完全不敢哭 不敢抖 我只敢抖 因為不敢抖很狗 然後他抱完不太敢 就直接眼淚飆了出來 不要哭了啦 現在感覺怎麼樣 現在中了 所以要冰坡 然後他紅線了 我們一個禮拜之後要回來拆線 所以要等三千才會消中 就不能出門喔 你要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 歪了 你有沒有咬真的嘴巴歪了 而且我抱了兩顆 下面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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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我不敢去阿姨 阿姨真的很可怕 努力刷牙大家 努力刷牙真的 我只會牙 有就趕快抱 不要拖這樣幾 我是拖了一年 才敢去抱 因為我真的很怕他 我是怕到發抖 抱完了很久 我出來我還在發抖 真的一直在抖 控制不到自己 沒事沒事 然後就這樣 一個是你學會來拆 好 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記得關注我喔 拜拜